第36题 36题3案7题是体主 天气冷稠稠 如何穿的轻薄又能兼具保暖效果 就一定要提到热销的发热衣 号称穿上这种特殊材质制造的衣服 体温就会瞬间暖三度 许多人都很好奇 发热衣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保暖效果如何 大家都知道羊毛蚕丝羽绒等天然素材的保暖效果 优于人造纤维 但发热衣的出现似乎颠覆一般人的印象 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暖效果 人造纤维业者开发出许多创新的后处理加工技术 让纺织品不但能保温甚至还能发热 空气传导热能的速度比水慢 发热衣就是透过布料本身的空气主热原理设计而成 当人在活动时 因运动而自体内传导出热气 再借由发热衣中空纤维的特性 让热气所在其中并不断循环 另外衣服的颜色也是影响发热衣温度的因素之一 远红外线放射性是普遍被运用在发热衣制作的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是在纤维中加入远红外线陶瓷成分 使布料能够反射人体的远红外线 并将可见光转成远红外线并释放热能 穿上这种添加远红外线潮池的发热衣 大约可以让体表温度上升设置2到3度 但缺点是有的人会觉得比较闷热 而且容易产生静电 穿着时会有烧氧感 根据上文是回答36跟37题 36题试问 文章中提到衣服的颜色也是影响发热衣温度的一大考量因素之一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讲过 黑色深色的衣服容易吸收辐射热 那么白色浅色的会容易反射辐射热 而同时容易吸收的也容易放出 如果我是本身是温度高的 那我就是更容易放出辐射热 所以深色黑色的衣服是比浅色白色衣服更容易放出辐射热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我们选项应该是像A这样子的 深色黑色衣服会容易吸收辐射热 所以发热衣的温度容易提升 36题问我们说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衣服颜色为黑色或深色 越容易吸收辐射热 因此发热衣温度越容易提升